你 蛋蛋 脸拉也能拉不上 好 头发乱了 你推错药了 慢慢 韩瀚 韩瀚 装饭媒体到了 那我先去采访了 嗯 通告结束了 说要得给我接风 走 你不会失望了吧 当然没有了 那我去开车 等我 好了 老板 还挺和老子大喜的日子呀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那个 就是 你很急吗 很急啊 十万火急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但是 算了 改天再说吧 你要是不说的话 你就松手 我要赶时间 一会儿路上可能还堵车呢 没事 路上小心 拜拜 嗯 嗯 这个店开得 也太荒凉了吧 这家店啊 主打的是静谧的风格 非常适合 私人聚餐和密探 而且 非常客人吃得开心 这里不但没有WiFi 更没有手机信号 真的没有啊 这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些 被手机控制的人 要放慢生活 享受美食 来吧 看看想吃点什么 你看吧 毕竟是给你接风嘛 你吃什么 我吃什么 去去去吧 好的 我哥呢 你哥 在跟你说这烂摊子呢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不用担心 你哥到老江湖了 这 无论如何也赶不回去吧 满满 满满 你怎么心不赞眼的药子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嗯 你有病啊 你先吃啊 我是二七二间 你先去 好 走 走 出现了 喜阴仪式的专属直播系统 最多保留十分钟 敢吃到 药味好看 真的倒杯起来 喝凉水都塞呀 除河了 除河了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呀 这下好了 当着全网的面 放大声的鸽子 这会是什么下场啊 结束好友 丽莎要退服 还是 这下好了 不用刘年华 开心地动手 我现在就要自己退游戏了 到时候还有陆家头牌 给我收拾